你不夠愛鬥了 都說你不夠愛鬥了 你有沒有看過我出街的 亂過萬路, 阻礙你了 還爬不開, 站在這裡做甚麼 走開, 走開 這次不輸的, 是那個盲目, 阻礙光了 我待會HIT完後, 我就會再走進石路 這次我一定不會輸 算了吧, 香港的路你根本就不習慣 不然又要回來不夠一個月 就被人扣了一分, 不夠了 你不陪我玩, 我要找Anis跟我一起練 那你自己打電話 她在停車場遇到朋友, 說要突然上來 打電話號碼, 你好 Elisa, 你快點下來, 你的車被人弄 我的天啊 這是我的車嗎? 不知道, 我的報警 我的天啊 我的車剛才坐在那裡撿完才拿出來 沒理由會自己著火 宋小姐, 你別這麼激動 我們警方只想問清楚資料 消防方面已經查過證實場火有可疑 你放心吧, 我們警方一定會幫你查出 所有人都報了, 你認識他 我不認識這個人 這個人很熟悉 什麼人都在市區亂開車的 亂充紅燈, 亂開車, 還要辣人 神經病 沒辦法, 就當我當刻吧 我說你當旺就真的 被老實看了你穿日子契暴 對了, 未畢業就如願意上, 你好 我們小姐很發檔 別這樣, 現在實話還未有一撇 就是他了 什麼事? 阿Sir, 方方男人就是這位小姐的男朋友 那幾天我還在這裡見面 所以我才認得他 什麼中火?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們是警察 請問你才能上去哪個人呢? 我懂, 他是我以前的男友 難怪我車無緣無故被人燒 原來是你和你男朋友報仇的 你說什麼? 是他的, 抓他, 可能他是幕後主使 小姐, 我們警方想請你回去 協助調查通俗戶, 請跟我們回去 我和陳婿反天方的手 很久沒聯絡過了 是早幾天前 他來我們公司玩一顆架架子 之後也沒再見過他了 是否你和陳啟發說過 你差點被宋小姐的車載到 然後他跑去燒了宋小姐的車 幫你出口氣? 我沒有, 我真的沒再聯絡過他了 那你還有辦法聯絡到陳啟發呢? 也是剛才我給你的電話號碼 那份口供也差不多了 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能會找你回來協助調查 如果沒問題的話, 在這裡簽個名字 好, 你坐在這裡等等 Jace, 怎麼樣? 不好意思, 打到你們等了 姨妹 姨妹 爸爸, 怎麼你們都會來? 發生這樣的事, 你都來警署了 公司臨時調派不了那麼多人手 選擇就決定提早收店 說來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 我們公司都是第一次提早收店 不做生意 真是不好意思 因為我…害得你這麼麻煩 也是麻煩, 不對 對了, 回去再說 走 我回來啦 怎麼了? 有沒有剩下了? 怎麼樣? 這雷霆都不跟她的經理 沒什麼事? 沒事了 二妹,你不用怕,有媽媽在 我打電話給陳大狀了 我們看家不容易被人砌生豬肉 媽,你放心,我真的沒事了 我只是警署下了一份口罩 弄得我女兒進警署就誤會假 我一定要追究 媽,你別這樣,別再搞大這件事 我也打算不做了 二妹,你考慮清楚 錯不在你,你不用躲在身上 為什麼?公司人把這件事掛在你身上嗎 這件事也與你無關 叫爸爸和孫先生說話就行了 就因為爸爸和孫先生的關係 我更加不可以這樣做下去 一句話,你是怕人緣好畏 雖然這件事不是真的這樣 但別人不是這樣看的 別人怎麼看就有人怎麼看 你自己知道不是就行了 是嗎?就算是又怎麼樣 怎麼樣?中國人不說關係說什麼 如果有誰不值得的 就叫他們自己出去跑 那些關係回來利用 二妹,就把這件事交給我處理 你先放假吧 爸爸,我真的不想麻煩其他人 尤其是你,你們明白嗎? 你聽我說,你留在公司做沒問題 爸爸,換句話是你 這件事不是因為你而起 但你弄得公司七角這麼亂 孫先生就算不開口怪你 你也不好意思做下去 算了…如果這份工作這麼麻煩 就不要做了 將來媽媽介紹過一份好工作給你做 售貨員而已,我們康家的女兒不自在 媽媽,行了,我自己去找工作了 你別這麼擔心 是呀,我也認識很多朋友做設計 讓我幫人留意就行了 我也認識人不少 什麼事?幫忙幫不切 怕我賣了電影嗎? 怕你擔心 怕你擔心 這封詞都相信我看過了 但我想知道究竟是什麼原因 其實你不需要這樣做 其實一直以來我真的很想面對面 跟孫先生你道歉 因為我的事弄得公司這麼麻煩 我知道這件事不關你的事 你也不需要因為這樣而小提大做 你又不是在外面另外找到工作嗎 不是,我只不過不想自己的麻煩 帶到公司而已 這樣吧,如果你不想做門市 我可以調你去設計部 你有這樣的天分,聲音有餘 那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 真的很感謝孫先生你的好意 我知道調我去設計部 對我來說是一個好的機會 但我真的不想被人說 我是靠關係或逃避一些麻煩 而可以馬上調職 我明白的,人言可畏 孫先生,你明白就最好了 不過我覺得你是一個人才 公司失去你,真是一個損失 孫先生,你的好意我心領了 這樣吧,何時想回來我們公司 隨時歡迎你 謝謝你,孫先生 我知道麒麗對員工很好 我聽其他同事說 如果有機會,你會放他們出去闖客 如果他們外面是不順利的 你也很歡迎他們隨時回來 其實我們做生意的海南八川 不過有時留得住人 未必留得住人的心 所以你轉實生意越做越好 這些都是上下員工的心機 孫先生,我還想有個請求 拿封辭職信,我可不可以立刻生效 我為甚麼 我不想過Derek再門事務到鬧事 那好吧,就照你的意思做 謝謝你 開箱頓 但我真不明白為甚麼你還要放我霍燒人的車 我就是替你出一口氣 我讓我八王知道 別以為有錢有個爛鬼靚車 總是亂來不來 差點逗到我,還要讓人知道 你知不知道這是刑事毀壞很大件事的 你這傾八婆,不教訓她也不知害怕 為了有這麼小事而犯法,你值得嗎 你沒想過我的感受嗎 我還想你的感受,才替我出一口氣 Derek,不如你去自首好不好 你自首之後,可能刑上罪會輕一點 有多大件事 只是燒人的車,又不是燒死人 錢沒得賠,最有守效危 你最不值得,你會被人解僱 我不是被人解僱的,我自己辭職 你騙鬼嗎?你用一張工作,你怎麼會辭職 我看著你的警署出來的 孫維德是這麼罵你,你還幫他嗎 你真誤會了,我真是自己辭職 你不用幫她,我聽你說自首 我都會幫你取回公園 Derek 要立刻看新聞女王 當然要去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免費下載